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来《掌中解脱》线上经修营 我非常开心有周小平为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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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你和Stanley 陈唐帮我翻译了很多年 这是线上课程的第二部分 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冥想 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为冥想做准备 在藏文当中叫Yen La Dung Ba 这是七步如何恰当地为冥想做准备 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之前听过 而且在掌中解脱的教授当中我已经教了十多年了 在掌中解脱的教授当中我已经教了十多年了 我想在此感谢亚洲经典学院的主管负责人Tim Lohenhaupt 我也非常感谢他来组织这次线上的进修营 他同时还做着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很兴奋做这样的线上进修营 因为这样很多人他不用那么麻烦来到线下 所以我在想过去十年当中没办法来参加线上掌中解脱静修营的人 可以有机会来参加这一次的线上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复习这些冥想的前奏的话 那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听过这七步的话 我为大家道歉 但我认为这些内容极其重要 我自己几乎每天都做 我想打个比方 就像你去参加奥林匹克的跑步竞赛一样 你不可能不热身就去跑步 而且我觉得身体上的热身要比意识上的热身更容易一些 我年轻时第一次学开车 艾利森小平承诺今年要学会 我记得我当时的老师教我的第一件事情是 当你进入到车里 启动车的时候 要等三、四、五分钟 不要马上就开 因为车也需要时间来启动 如果你每次先让车也热身一下的话 你车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一倍 当我住在这里我用的上一辆旧的车 那辆手车差不多有三十多岁了 那辆车却用了很久 用了三十多年 实际上那辆车还能用 我后来送给了朋友 所以对大家来讲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 就是要为让车也热身一下 五分钟左右 你车里有一个指针,它是显示冷热的 所以要等这个指针从冷的那边转过来 然后你才能启动 冥想也是如此 我做冥想大概有四十多年了 我仍然还是没办法在冷的状态当中去开始做冥想 做了四十多年的冥想之后 我仍然需要一时先热身才能够做冥想 那种热身的这一部分变成我生命当中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是很期待咖啡和冥想的热身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这个热身 然后我还要教大家两三个冥想有点像热身 在我的观点里 你所有的冥想 每一天你可以从这三个热身冥想当中选一个加记你的冥想里 第一个热身 叫做七部分七支的热身 它的专注点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位老师 在那一个热身背后的理念呢 在那一个热身背后的理念呢 叫SAK JANG 叫SAK JANG SAK JANG SAK的意思就是在你做你主要的冥想之前 试着快速地聚集一些善野 试着把你意识里的坏种子清除掉 我在讲课的当下正是亚利桑那的春天 正是这一周我们会在花园里种大部分的植物 首先我们先做SAK JANG 就是我们会来清理掉土壤 把土壤里的一些脏的东西或杂草清除掉 当你为冥想做准备时 如果你能够清除你过去二十四小时所种的坏种子的话 这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不要试着一下子清除你过去被子当中所种的坏种子 这样你就没办法真正开始做你们冥想了 只是去想过去二十四小时你可能种下的坏种子就足够了 而且已经足够强大了 然后你就来做SAK的这一部分 它的意思就是快速立即的聚集一些善野 这样的意思就是为你心中的植物给它清理土壤 然后SAK的意思就是为这个植物添加一些肥料和水 然后这个植物本身就是你的冥想 然后这个植物本身就是你的冥想 简单地去去除坏种子,搜集好种子的方式呢 就是邀请你生命中的一位老师来跟你一起做冥想 所以这七步为冥想做准备的七步 它基础都是你的一位老师 稍后在这25个冥想这整个系列当中 我会教大家一个特别的方式为冥想做准备 我会教大家一个特别的方式为冥想做准备 它的基础更多是奢摩它 它的意思就是让你的意识非常宁静 让你可以见到空性 有些时候我们会做这七步七支 它会专注于我们的其中一位老师身上 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月的对冥想做准备呢 会是传统的为奢摩它做准备的冥想 就是让我们的意识足够安静到可以见到空性 还有第三种为冥想做热身 今天我们会一起做这七步的热身 它的基础是老师 我们会选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位老师 当然,最强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的心师 如果你有的心师 如果你有的心师 对心师的简短的定义是 就是在这一世当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 就是在这一世当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 那这是这类冥想当中最常见的会邀请的老师 你也可以邀请你生命中其他的老师 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第一年级的老师 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第一年级的老师 当然,在你的学校生涯当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几位特别的老师 有些时候不是学校里的老师 可能是你的体育老师 或是教你艺术的老师 稍后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 你遇到那些职场上的老师、师傅 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特别的老师 如果你已婚 那你的先生或太太就是你的非常好的老师 如果你有孩子 孩子也是非常棒的老师 哪怕你人到中年 你的父母仍然是你生命中非常好的老师 如果你没有心师的话 你也可以想象一位 你可以邀请进那位老师 做七步为冥想做准备 做七步为冥想做准备 你可以邀请进那位老师 做七步为冥想做准备 当然你可以邀请历史上的一些老师 可以是佛陀 耶稣 穆罗末德 穆罗希 或是孔子 老子 有许许多多的选择 在过去几周当中 我个人最喜欢邀请的老师是龙树大师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一起来做这七支的冥想 你可以每三周就换一位老师或每天换一位都随你心意 所以我们用的这张图片来介绍这一环节的内容 显示是一位出家人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我亲自去过龙树大师当年降生以及所学习的那些地方、那些路 藏文当中叫Betayu 有点像椰子树的所在地 所以每次我想起龙树大师的时候 我不喜欢闭上眼睛想象一幅画 或是一座雕像 我喜欢想象龙树大师走在小路上走回他家 就像活生生的一个人 我会有点想象他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 很显然、非常明智、聪明 而且极其有道德 他对空性的理解非常深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人们称呼他为正者龙树 所以我们来开始这七步的冥想 七步 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为你的冥想空间做准备 或是你的冥想姿势 我在过去十年的头两年已经教过了 我建议大家去知识库网站上查找 我会请Tim把这个链接放上去 所以让我们做好准备冥想 主要要点是要舒服 我家里最舒服的地方就是我的沙发 我就在沙发上冥想 对我来讲就很舒适 所以选定一个座位,不要再动 坐直 你如果能够在你的臀部下方垫一点垫子 让你臀部往上提是很好的 你的手舒服地放在大腿上 就是你觉得舒服的姿势 有些时候我会在我的大腿上放一些小小的垫子 让我的手可以放在小垫子上面 最重要的点是背要挺直 脸上有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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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嘴巴不要太紧 嘴唇放松 前额放松 眼皮放松 手放松 背部挺直 肩胛骨稍微往后,你的胸腔就挺起来 意思就是你的手可能会更贴近你的大腿,而不是放在膝盖上 这对你的坐姿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你的下腹部是坚固的话 不是说你要很用力地收起来 这是如何让你腹部是收紧的,让你的背是可以挺直的 有一个很好的技巧 呼气的时候 然后你呼气到尽头的时候 结束呼气时,再有意识地再多呼一点 这样就可以收紧你的腹部 这会让你更容易坐直 我们从十次呼吸开始 在我们做七步当中的第一步之前 在我们做七步当中的第一步之前 不用担心,它会自然而然发生 然后确保在你呼气结束时,你的腹部是稍微收紧的 就是把你最后一点空气给它呼出去 它也会避免让气在你心中聚集 这样冥想时不会感到紧张 小微微微笑 然后眼皮是放松的 让我们来做十次深长的呼气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开始热身这七步当中的第一步 邀请一位老师来跟你坐在一起 可以是我们刚提过的任何一位老师 就是非常强大的与对方一起来做sakjang的老师 这对我们来寄来好种子、去除坏种子来说是非常强大的 你邀请他们,他们坐在你面前 与你同一水平上 我喜欢说膝盖对着膝盖 很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不是画像或者雕像 是在我面前活生生的人 我可以看见对方的胸腔随着呼气而起伏 我可以通过出现而坐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好人身上有一点微妙的香气 就像一种很清幽的茉莉花香 然后把老师的形象邀请到你面前 不是画像 你眼睛是闭着的 但对方的眼睛是睁开着的 他们看着你做冥想 他们很开心你在做冥想 然后就享受跟对方在一起 我们要一起来做冥想 我们要再做冥想 对方的脸 那么大 热身七步当中的第二步 就是对你的老师献上供养 他就为整个冥想做下非常开心的基调 所以想象任何美好的礼物 我觉得龙树大师喜欢椰子 有一个传统的供养是想象整个天空中布满了花 然后献上这样的供养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供养 就是献给老师的供养 就是对老师做鼎礼 通过去想想他们拥有的美好的品质 所以我在想龙树大师 非常风趣幽默 极其聪明 懂得如何写非常简短的文章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龙树大师 这是一种很高的供养 你去欣赏自己的老师 你去欣赏自己的老师 冥想七步当中的第三步 就是清除掉你过去二十四小时所种的恶蕊 就是清除掉你过去二十四小时所种的恶蕊 所以花几分钟时间敞开自己的心 让你的老师向内看 展示给对方看你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当中所犯的错误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要全然地诚实 那种愿意向你的老师展示展露自己的错误 然后跟对方承诺你今天会更努力 这两点会杀掉那些旧的坏种子 会让你的冥想更加的甜美 我个人喜欢每一步都花上约十次呼吸的时间 如果我的意识比较忙碌,我会花上二十次呼吸的时间 好的,现在准备的步骤 现在第四步的冥想准备 我们会对回想坏种子做一个平衡 通过回想我们自己种的好种子 人性很自然会关注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上 我们没有把同样的时间放在我们做的好事上 所以十次放松的呼吸 想一想你所做的甜美的事情尤其是为他人而做的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 你可以把你自己冥想的时间算作你很开心的事情里 开始十次呼吸 第一,你过去二十四小时做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事情有哪些 为别人所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句话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七步的准备当中的第五步 在心里我们请求老师持续教导我们 请谨记老师的教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讲道次第的视频 或是我们看了一本经典 或者是我们亲自去听一位老师的教授 还有那些负面的事情也教了我们很多 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失望 他们所教给我们的会比成功带来的多 所以在这第五步当中 可以是某种臣服 哦,老师 请教导我 请把好的教授带给我 让困难的教授也带给我 我会有勇气 我会很强大 我也会从我生命当中困难的部分学习 所以我信任您 所以我信任您 请给我甜美的佛法教授 同时也请给我困难的有挑战的教授 比如说生活中的麻烦 比方说非常挑战人的病毒 我会在这个挑战当中努力成为非常好的人 当有挑战棘手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 请记住,这是你请老师发送给你的 不要因此沮丧或失衡 要运用这些,让你变得更强大 当困难的时候,到来的时候 把它用作一个原因 原因,理由,去服更多的人 这个病毒对佛教徒来讲是绝佳的时机 这是让其他人看见佛教徒是什么样子的好的时机 生活变得越发危险 我们财务上的困难越多 我们财务上的困难越多 人们的怀疑恐惧越多 如果真正的佛教徒会挺身而出 这是他们展示给他人看他们可以帮助别人的好的时机 如果一个佛教徒有口罩 其他人没有的话 佛教徒会很乐意很开心地把他的口罩送给其他人 而且我们很开心我们有机会得以这样做 多谢我 准备的第六步 就是请这位老师持续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请他们不要离开我们的生命 能够拥有老师的善业好种子 或许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种子 愿我能够一直种下这样的种子 然后让你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 请一直呆在我的生命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冥想当中的第七步 最后一步 它是在实际的冥想之后的 所以你会做我们刚刚所做的这六步 然后你做实际的冥想也许是道次第当中的其中一步 比方说死亡冥想 或是空性的冥想 或者是施与寿冥想 把自己跟他人相换 当你完成这个冥想时 你回想通过做这一冥想所种下的好种子 然后很有意识地把它们储存在银行里 当你把任何的好种子回向给他人的幸福 那样的话,那些种子就会受到保护 会一直跟你在一起 所以,矛盾来讲,你是通过给出 来保存有这些种子 所以,这冥想的七步 在你的主要的冥想完成之后 然后去想象你在分享通过做这一冥想所种下的好种子 你把它发送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然后先从跟你在同一个房间的人开始 然后接着跟你邻居的所有人分享 然后把种子发送给整个城市的人 然后跟整个国家的人分享 然后跟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分享 然后发送到外太空跟外太空的所有生命分享 有一个传统来做这个分享 就是分享我们做这个冥想所种下的好种子 就去想象这些好种子就像金光,金色的光线 在冥想结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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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做三次非常慢的深呼吸 然后发送出这些好种子 跟其他人分享 然后以金光的形式来呈现 好,我们一起来做 好,我们一起来做 冥想最后一个建议 关于冥想最后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就会结束这为七个月的练习当中的今天的部分 我做冥想有四十多年 但我生命当中有一些阶段 就变得很忙 比如说忙于教冥想 就没时间自己做冥想了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每个冥想者身上 所以不用太心烦 准备好时 就再次重新做冥想 做冥想 做冥想很多年 我学到的一点是 先从简短的冥想开始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所以你从心来做冥想的时候 就从短的开始做起 所以你从心来做冥想的时候 一周一次 每周你冥想就增加一分钟的时间 比如说这一周十五分钟 每一天十五分钟 每一天十五分钟 如果是定时来做,会比较有帮助 周日是 增长到十六分钟 下周日就增长到十七分钟 这样的话,半年之内 你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四十五分钟的冥想 一年之内你就可以做非常好的一小时的冥想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每天做一小时的冥想 然后呢,你要慢慢增长到一小时 如果你能做一小时,对直见空性是非常完美的 慢慢睁开眼睛 然后好好伸展一下 谢谢小平翻译 在第三环节跟大家再次相见